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92位的病人就诊 急诊室医生表示说 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 在这个急诊室里面就陆续有 同一所高中的学生来这边就诊 他们相同的症状都是觉得想吐 而且还会拉肚子 经过了整个晚上到目前9点为止 总共有92名同一所高中的学生 和一名老师到现场来求救 他们都是同样症状 其实昨天中午吃过营养午餐之后 就觉得不太舒服 到底是不是因为食物出了问题 还是有病毒感染 现在卫生单位已经左手调查